虚云老和尚年谱 神又都帅内院 见弥勒菩萨 虚云禅师1840-1959 传法曹洞 兼四邻纪 忠心云门 匡扶法眼 延续为养 是以一身系五宗法脉的禅宗大德 虚云禅师一生 极具传奇色彩 经历无数磨难 自云 越武第四朝 不绝沧桑几度 历尽九磨十难 了之世事无常 今天一段文字 摘自虚云老和尚年谱 事件发生于1951年 虚云禅师十年 112岁 1951年3月的云门事变中 虚云老和尚 被单独囚禁在一个房间里 门窗封闭 不给饮食 大小便也不许外出 日夜就只有一盏小灯 很暗 像地狱一样 过了两天 有十几个大汉进来 逼老和尚 交出黄金白银及枪械 老和尚说没有 他们就独打老和尚 先用木棒 后来用铁棍 打到老和尚头上 脸上身上都是血 肋骨折断几根 一边打 还一边谈问 老和尚入定了 他们打得扑扑响 老和尚闭上眼睛 也不说话 这天连打了四次 他们以为老和尚快死了 便把老和尚摔到地上 然后和看守一起离开了 试着等到晚上 把老和尚抱到床上 到了初五日 那帮人听说老和尚没死 就又来了 看到老和尚端坐在床上入定 他们更生气了 用大木棍打他 把他拖下地 十几个人用皮鞋踩 老和尚当时五翘流血 倒在血泊之中 他们以为老和尚 这回肯定死了 便很得意地走了 到了夜晚 试着又把老和尚抱到床上 老和尚仍然端坐在那里 到了初十的早晨 老和尚慢慢坐吉祥卧躺下了 就像佛涅槽那样 过了一天一夜 没有冻结 试着把灯草放在他的鼻孔 试试他的呼吸 灯草丝毫不动 以为他老人家圆寂了 只是老和尚还有体温 颜色也很宜染 两位侍者守着 到了十六早晨 老和尚微微身影了一下 侍者见师父还活着 十分惊喜 立即扶师父起坐 并告诣 入定以八日整 老和尚答道 我觉才数分钟而已 令侍者法云法师 素纸笔为我记录 物卿与人说 起一傍也 老和尚缓缓地 把神幽都率天 听弥勒菩萨说法的事 告诉了侍者法人法师等人 于请梦至都率内院 庄严归立 非是兼有 见弥勒菩萨 在座上说法 听者之众 其中有十余人 系素使者 即江西海会寺至善和尚 天台山荣敬法师 齐山横至宫 百岁公宝物和尚 宝化山圣心和尚 独体律师 金山冠心和尚 及子百尊者等 于和尚致敬 彼等止于坐东边头绪第三空位 阿难尊者当为挪 与余坐靠近 听弥勒菩萨讲 唯心实定 未尽 弥勒只为余约 你回去 余约 弟子业障深重 不愿回去了 弥勒约 你业缘未了 必须回去 以后再来 并世纪约 时至何分 拨水一个 莫昧平盆 金无厚薄 性量三三 麻绳窝脚 宜成功影 并为去祸 凡身梦宅 幻无所卓 知幻即离 离幻即绝 大绝圆明 静见森罗 空花繁盛 善恶安乐 悲怨渡生 梦境思作 节夜当头 警惕普觉 苦海慈航 无声退却 连开泥水 端坐佛陀 以下还有多句 记不清了 上令友开示 今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